直升机每个人都想拥有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 怎样才能制造属于自己的军用直升机呢 非常简单 一学就会 我们只需要准备大概4000万美元 在拥有直升机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直升机工作的原理 我这里刚好有一架 型号为铺路英的军用直升机 它的长度达19.8米 高大概5.1米 如果我们想要制造一架直升机 我们最先要搞到直升机顶部的主旋翼 然后才是搞到直升机的机身 最后才是直升机的尾翼 在直升机的前脸部分 安装着两个导弹传感器 它们的作用是让我们能知道 我们的直升机正在发射导弹 再看下面 这两个圆圆的小点是雷达警告接收器 它们可以在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是不是被敌对雷达看见了 让我们掰开直升机的嘴 这里面是无线电舱 里面装着的 是直升机的通讯设备 再往下看 这个突出的家伙 是彩色天气雷达 可以探测到天气 避免在恶劣的天气情况下 开动我们的宝贝直升机 在直升机的下巴底部 安装了一个红外摄像头 它可以各种角度进行旋转 红外能让我们夜间飞行 也能看清地面 直升机的底部 还安装有一个VIRUS天线 是一种典型的相控政策扫描雷达 直升机这根长长的东西 是直升机的空中加油枪 在座的各位 应该也不想直升机飞到一半 因为没有对机吧 那么 它是怎么在空中加油的呢 让我们请出另一个老朋友 这是一架HC-130J战斗运输机 在它机翼上 安装着一个加油舱 可以从里面伸出燃料的接口和管道 这时 我们的宝贝直升机 就可以用直升机的加油探头接上 进行补油的操作 非常简单 一学就会 如果加的油太多了 直升机的侧面 还设置有一个排油口 可以把多加的油排出去 保证直升机不会因为太多油而超重 在地面的时候 直升机可以另一个加油口 进行补油的操作 直升机的油箱 就藏在直升机的肚子里的这个位置 一般的直升机 只有一个油箱 但是我们的宝贝直升机 有两个油箱 可以进行更远距离的作战任务 既然加满了油 直升机的两个T701C发动机 就能发挥最强大的动力 T701C是一种涡轮轴发动机 它可以从前面的进气口吸入空气 通过涡轮轴发动机压缩空气 带动轴转动 最后通过传动装置 直升机的旋翼就转起来了 是不是很简单 然后再通过一个特殊传动装置 直升机的尾翼也会同样旋转起来 在直升机的顶部 还安装了一个小型的发电机 这个发电机是为直升机提供电力的 直升机里面的所有电子设备都靠它了 当直升机旋翼转动的时候 通过斜盘组件 就可以控制直升机旋翼的角度 斜盘组件分别有主旋转斜盘 旋翼围杆 和四个变奖控制感 它们分别单独连接四个旋翼桨页 让桨页可以整体上下移动 也可以同队移动 也可以单独移动 只要旋翼旋转的速度够快 旋翼就能通过切割空气 获得足够的一个向上的生理 最终我们的直升机就能飞起来了 那么问一下大家 直升机的尾翼可以调整角度吗 是的 它一样可以 最后通过直升机内部的操作系统 我们就能成功驾驶直升机起飞了 让我们去到直升机的内部 在驾驶室里面有密密麻麻的电子仪器设备 这是直升机驾驶员飞行时候 获取外接信息和直升机情况的媒介 直升机的飞行员会坐在右手边 副驾驶在左手边 直升机舱上面和下面都安装了透明的玻璃窗户 为的就是获得更大的视野 方便驾驶员目测情况 在驾驶员座位下 有三个重要的飞行控制装置 总巨杆 驾驶杆 以及围桨踏板 它们就是用来控制直升机升起 前进 转向的装置 因为直升机上面有悬翼结构 所以直升机并没有配备像战斗机那样的弹射座椅 试想下 弹射座椅把驾驶员弹射到高速旋转的直升机悬翼上 会是怎样一个血腥的场景 所以直升机驾驶员的座椅是一种防坠毁座椅 以此来保证驾驶员在追击时候的生还可能 如果觉得光是开着直升机不够热闹 铺路音直升机的侧边都安装有一个鞭炮发射器 我们这架直升机安装的是GAY2机枪 可以由你最信任的朋友进行操控 机枪高速旋转的枪管和大量的弹药配备 可以把我们精心准备的钢制鞭炮 以每分钟4000发的速度倾泻 可以瞬间覆盖和摧毁整栋建筑物 再次来到直升机的内部 在机舱的上面安装的一个缆绳杆 它可以延伸到直升机的任意一边 通过安装缆绳就可以完成人员空降 或者将地面的人员转移到直升机内部 如果直升机在战斗中被追击 敌方飞机发射导弹 千万不要慌张 直升机的侧面还安装了薄条和药斑桶 可以发射出产生高热的薄条 以此来迷惑热追踪的导弹 就像这样是不是非常简单 好了 既然我们已经了解了直升机原理了 现在就把直升机打包带回家吧 怎么运回去呢 收起直升机的旋翼 就像是这个样子 然后让老朋友 C17运输机装回去就行了 这里是小生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下一期 我们来看看人人都想拥有的坦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